原标题,美对伊朗发出最后警告。 额上百架飞机无法出口,百亿美元订单黄的日前,美国方面再次对伊朗发出最后警告,要求伊朗立即放弃对运载火箭的试射工作,否则美国将会从经济以及外交方面继续鼓励伊朗。 但是面对美国方面的警告,伊朗再次选择了无视状态,并且,伊朗海军将会派出数艘战舰,前往大西洋进行为期五个月的自由航行。 不过,伊朗海军此举,也遭到了美国方面的强烈报复。 据俄罗斯卫星社1月7日消息,在2015年之前,世界各国对伊朗进行各项封锁,而在2015年签订伊核协议后,伊朗国内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变,虽然伊朗无法随意采购先进的武器装备,但是伊朗却可以采购民用产品,包括民用大型客机。 不过,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,以及接连向伊朗发动两轮制裁后,美国再次对伊朗向狠手了。 据报道,伊朗方面此前向俄罗斯以及欧洲方面签订了数百架大型客机的订单,而美国方面日前则表示,俄罗斯S、SJ100和机上的美式零不仅已经超过了10%, 因此在未经美国允许的情况下,俄罗斯不能向伊朗单方面出售S、SJ100客机。 此前,俄罗斯媒体曾表示,伊朗、阿斯马以及马哈航空公司与俄罗斯签订了140架S、SJ100客机,该比订单的总价值超过70亿美元,算上后续对于零不仅以及保养等费用,共计超过100亿美元。 按照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,首批40架S、SJ100客机,将在2022年之前完成交付,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,就是美国方面此时却出手搅局。 因此,目前留给俄罗斯方面的时间已经不多了,俄罗斯速货一民用飞机制造局表示,目前该公司并未收到美国方面的消息。 这一消息,紧接来源于以色列IHLS网站,但是相信美国方面距离,正是向俄罗斯发出接受通知的警告已经不远了。 为此,俄罗斯方面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,研发出替换零部件,但是这一项目,不仅难度较大,以及十分复杂。 而上百架民用客机,对于伊朗经济而言,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此外,伊朗空军由于缺乏大型军用运输机,因此,选择利用改动后的民用客机,像叙利亚以及黎巴嫩方面,运送小型武器装备。 以色列空军在最近一次空袭叙利亚的过程中,大马是个西郊机场,两架伊朗科机险些遇难,以色列方面对此十分不满,指责伊朗动用客机运输武器装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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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